大家好,我是阿豪 今天我來開箱的東西 是一個非常酷 而且萬眾矚目的東西 其實蠻多人都一直在等這個 那麻煩一下剪輯師音樂請下 今天要開箱的就是 這個 由日本卡普空公司所發行的 CFB系列玩具 麵鏡龍 那大家都知道麵鏡龍很窮啊 在一開始 魔物獵人世界剛出的時候 它是封面怪物 然後在那時候有介紹 其實它就是一個 可以將一切毀滅大盡的補充 但是其實在後面 出更新片的 更新資料片的時候 就具體有說到 它是一個大自然的守護者 就是有什麼環境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們滅哥出來就可以了 萬事OK 根本就是萬事 好 那我們就不多做說明 我們就直接來開箱吧 好 那我已經拆開了 那在介紹麵鏡龍之前 我們現在看一下它的外相 首先它的外相喔 正面是有一個麵鏡龍的圖案 就是它的形象 再來是它的名字 就是它的羅馬配音啊 然後上面有卡布空的標誌 那基本上四面都是有它的形象的 也上面都有 然後背面這邊是它的細節 然後還有一些警告標語 但是外相做的還蠻不錯的喔 其實還蠻帥的 OK 那它面鏡龍的話它是一體成型的 它就這樣子 不用完全沒有補充 出不來看我覺得做的還蠻讚的 好 那我們現在就非常不多說 直接來記錄大家最期待的細節時間吧 讓大家來進看 好 現在來到細節的時間 看到這隻麵鏡龍站在你面前 不買可惜 不看也可惜 花你幾分鐘的時間 絕對不會讓你後悔中分 看下去就對了 首先我們先來看到頭的部分 它頭這邊 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它的表情做得非常兇喔 再來是腳的部分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腳 它其實是有做一點亮面的處理 有沒有 這邊看上去 燈光照下去是亮亮的 那我們再來看 其實它旁邊這些刺 不會讓人家覺得說它就是模型 就這樣裝上去的刺 就不會 它有做一些不規則狀的這種感覺 就不會讓人家覺得 我就是一個圓柱體的刺 然後就是把它裝上去 不會 感覺好像是一個活生生的東西 就是麵鏡龍上面的刺這樣子 那再來我們看到這邊 大家都知道 滅鏡龍的腳上這邊 其實它這邊是有刺的喔 這邊的攻擊人是非常的動 想當初 我也是被這個東西 打死貓了好多次 那我們把它轉過來 就我們可以看到它翅膀上有很多刺 另一邊剛剛大家也有看過 那尾巴上面這邊也是有刺 這尾巴也是很可怕喔 不小心就會冒掉 就轉過來 另一邊的刺吧 好 那我們把它拉起來 這邊都是刺 全部都是它的攻擊手段 再來我們看到它上色的部分 其實大家知道 麵鏡龍它就是皮膚主要是黑色 然後 這邊 它是有做一些紫色 跟橘色的上色 基本上就是麵鏡龍的顏色 再來看到它翅膀 基本上就是外皮的黑色 再來它翅膀這邊有紫色 這邊也有黃色 再來有綁色 它是一個這樣子的組合 那我們這龍過來 一樣喔 那這邊黑色的地方 這邊龍裡 它也是有做那種一塊一塊的夢 它這樣一塊一塊的 也是不馬屋 真的非常的認真 其實說真的它麵鏡龍這樣子 黑黑的 真的是有一種顯酷的感覺 真的覺得 很喜歡麵鏡龍這隻龍 當時我看到這隻的時候 我毫不猶豫就直接下班了 而且我一下班就去拿 再來就是大家有玩魔物獵人 都知道 魔物獵人世界上位的時候 會打麵鏡龍 這是劇情所需 所以那時候 麵鏡龍是出現在龍結晶之地 所以它的底座 就是龍結晶之地的那個石壁 然後這次是直接做一個 麵鏡龍站在龍結晶之地 石壁上 往下看的感覺 就是一種傲視天地的感覺 傲視天下 天上天下唯我獨尊 英雄總是孤獨的 那整體這樣子看下來 我覺得這隻 真的做得還蠻棒啊 沒有什麼我可以挑剔的地方 那以上就是我們 滅鏡龍的部分 好經過我剛剛的紀念討論 基本上我覺得這隻麵鏡龍 真的是做得還不錯 然後我先跟大家說一下 主要是這些刺 因為大家都知道麵鏡龍 身上有很多刺 它這個刺是它的攻擊武器 還有這個角 這些東西 其實都還蠻刺的 就還蠻尖銳的 然後給小孩玩的話 其實 真的盡量要小心 再來它這些刺的部分 也就是說 我就是單獨是刺而已 然後就做一根一根一根 沒有它還是有一些 凹凸不平的表現方式 感覺就好像是 長出來的東西 不會讓你覺得它就是抓上去而已 再來是翅膀這邊 它翅膀這邊做配色也完全不馬虎 我真的覺得它上得還不錯 然後再來是它 底下這塊 這塊它的底座 在打火焰世界善位的時候 麵鏡龍就是在溶解物資一檔的 那這就是溶解晶製的 它那些槍壁 還有一些石頭 就是這樣 那它各種細節來說 其實我覺得做得不錯 可以買一個來收藏 以我來說 我覺得我買的還蠻值得的 好,那我聽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影片可以幫我按讚訂閱加分享 並且開啟效力 當然可能點到我的Facebook友們之團 我是好 大家掰掰 掰掰